大家好 这里是苏小河批评书 我们都知道中国国内在讨论一个即将到来的 史上最惨烈的事业的难潮 其实已经开始了 北京大学的清华大学的孙林平老师 做了一个视频的简单的演讲 讲的很好 很多人都在转 我从来不关心国家大事的 从来不关心中国想和出去的几个亲戚 都在转这个视频 孙林平老师说的很好 所以现在中国人活得不容易 马上要失业了 没钱花花了 昨天我也讲了只能花存款 存款就是吃老本呗 做吃上工呗 这不是个办法呀 怎么办呢 都要想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你指望习近平解决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习近平关心的是你把你穷死 把你中国人饿死 只要他当皇上 只要共产党 红字将上外面永不变 他就无所谓知道吧 所以你死了也白死 你死连名字都没有 你死连数字也没有 所以中国人都要自救 但是中国人自救呢 你没有一个所谓的非政府组织 N9早就被打残了 知道吧 也没有一个人会帮你 我跟你说 真的每一个中国人在活着 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吧 都应该有这个体会 当你进入绝境的时候 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可以帮你 这个世界上没有向你释放出一点点的善意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冷若冰霜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看着你消失 看着你个儿屁 知道吧 真的 我是经历过这个事情的 后来我就意识到 你身为一个中国人 你真的你必须要靠自己 这个靠自己 不是说你自己有多大本事 而是没办法 你必须要想办法想折 我也无数次跟大家 推荐一些最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跑路 跑路这个东西 它是符合自由迁徙原则的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无数这样的道理 讲过圣经里的话 你看那天上鸟儿 不种也不收 上帝赏且养活他们 何况是你们这些个人 是不是 一次说上帝肯定养活我们 但是他有前提的 真的 上帝说话是有前提的 你看那天上的鸟儿 天空没有边境线 是不是 天空没有什么 盗足且藏 且藏 是吧 天空没有户口 天空没有身份证 是吧 天空你可以随便飞 鸟儿它可以随便飞 从这个地方飞到那个地方 它没有任何拦阻 天空没有防火墙 天空没有万里长城 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 你看天上的鸟儿 意思就是说天上的鸟儿 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上帝给他们的 就是它就拥有任何时候任何地点 都有绝对自由迁徙的权利 你有吗 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首先要想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连活下去的这个可能性都不存在了 为什么你既然你作为一个上帝创造的有灵的活人 你居然要饿死 这是什么原因 第一位的原因就是自由问题 就是你没有迁徙自由 所以今天是中秋节 中秋节 跟大家这个中国人 大量的中国人 尤其是那些个翻墙出来的中国人 听我做视频的 给大家传递一个好消息 一个跑路的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虽然听上去有点复杂 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想跑路的中国人 对任何一个不想在中国被习近平饿死的中国人 这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听我给你花几分钟给你讲清楚 最近美国这边 现在跑路肯定说美国呗 美国这边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新闻 现在在国会吵起来了 挺有意思的 说这个参议院 这个一个议员呢 叫伊丽莎白麦克唐拉 这个女的 女参议员是共和党的 他周日呢是裁定这个民主党提供的800万个800万账 记住这个数字 800万个绿卡 作为其3.5亿万 3.5万亿美元支出法案的一部分的计划 把它给拍死了 对民主党的移民改革机会造成重大的打击 所以这个事情呢现在就吵翻了 这是个什么事呢 就是民主党啊 现在不是执政党吗 国会啊 白宫啊 是吧 还有媒体啊 还有大科技公司都是他们的 他们想改革嘛 有一个3.5亿的一个支出法案 其中有一项就是要提供800万张绿卡 给那些个人在美国的非法难民 让他们迅速变成一个公民身份的这么一个途径 提供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途径 800万账 关键是个数字 实在是太诱人了啊 但是呢 共和党的人反对啊 这个麦克唐拉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民主党的计划不符合支出法案中 可能包含的内容的严格的规定 称该计划以任何标准衡量 都是一项广泛的啊 新移民政策是不对的啊 说说说说这个政策的变化远远超过 对他的预算的影响 不适合纳入和解的方案 他的共和党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东西你不要搞在一块说 800万张这个绿卡和这个3.5万亿的这个支出法案 它是两回事你不能搞在一块知道吧 因为此前呢 民主党人向这个共和党啊 向这个议员的提供的 他们将使用这个3.5亿美元的支出法案 为室内移民提供800万张绿卡的这么一个计划 哎有意思吧 结果呢就被共和党的议员呢就给先拍住了 但是但是这并没有完啊 并没有完 所以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参议院的领袖党啊 多数党的领袖叫做什么书莫啊 这个人是很坏的啊 就说民主党将将提出一个替代的法案 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东西还要继续往前推 要搞定 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们要分析民主党为什么要这样干啊 首先第一他要在这个所谓的支出法案里面呢 要用中国人的网民的话讲就是加贷私货 真的典型的加贷私货 本来是一个支出计划是吧 3.5万亿这个东西呢 你如果说搞基建呢搞什么能源呢 搞什么军事啊搞什么什么什么 甚至包括搞什么社保啊都可以的啊 说不定还可以谈 但是它里面加入了一个800万张绿卡 这很大一笔钱啊 800万张什么概念啊 这是典型的私货 为什么说它是私货呢 因为这个时候它是什么呢 是要引进更多的这个非法移民 室内人嘛 是吧 室内人非法移民进来干嘛呢 一进来就是供民主党的票仓啊 为什么呀 因为现在民主党它搞这些个什么 搞这些个邮寄选票啊 是太明显了 你知道吗 就是你共民主党以后想要选举获胜的话 你如果不不通过邮寄选票 不通过这个疫情 那那那制造恐惧制造危机 你根本就没有可能 如果正而漫前的公平的选举啊 像这个啊 像今天的俄罗斯不是选举了吗 俄罗斯选举70%的人 还是支持普京那个党 人家没有舞弊 人家没有邮寄选票 人家就是俄罗斯人 他就是喜欢普京 就这么简单 你你你不要管普京这个人是独裁还是民主 你俄罗斯的民意 他是公开的就支持他 人家至少没有舞弊 我们我们分析问题 第一问题是什么 是谎言问题 第二问题才是什么 民主和这个独裁的 这么一个比较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为了民主 你用谎言来推动民主 用偷窃来推动民主 这个国家已经就是成为史坑了 所以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这时候 反而觉得普京还行呢 因为普京他是个独裁者 没问题啊 没问题但是他没有撒谎 他没有撒谎 你知道吗 你我们读圣经的 你一定要记住 什么摩西世界里面就讲 你不要做假见证呢 但是他可没有说 你不要独裁啊 没说这个话 独裁民主是一个 现代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的概念 但是他一定是低于而且小于 人类的道德伦理就是尤其是 谎言这个东西 谎言这个东西啊 所以你知道吗 民主党他现在就是要用800万张非法难民的这个绿卡 然后去贿赌这些个所谓的非法难民 你进来的你有投票权了 我以后你先拿绿卡 然后我给你发护照 完了以后你就可以投票了啊 所以你想想吧 民主党为什么要搞非法难民 为什么要不投票的时候居然不查这个身份证 你想想你坐飞机要身份证吗 你你去买个墙要身份证吗 你去买你甚至你去买一条烟都要身份证 你知道吗 有很多东西你上医院要身份证吗 为什么民主美国的选举这么大的事情居然不要身份证 那就是典型的私货呗 但是我为什么是 为什么说这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呢 因为800万张这个非法移民的四类人的绿卡 这是个多么诱人的东西啊 中国的日子中国人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呀 你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办法你跑路跑哪去呢 是不是当然跑到美国去了 美国依然是大家梦梦魂牵梦绕的想去的地方啊 怎么跑呢 你要成为一个非法难民 你要成为你要先进入美国 那进入美国现在你怎么进去你看到了吧 就是大量的南美那边走过去的坐着大巴啊 坐着什么什么什么走过去的 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这是一个不可能的途径嘛 因为你人要先到这个什么南美嘛 比如到巴西或者到这个海地或者是到到什么到墨西哥 是不是 问题是你你现在中国的越南这边啊 中国的缅甸这边啊 嗯他现在中共修的是什么东西啊 修的是巨高的铁丝网 铁丝网就算了啊 还修什么还在还在铁丝网通电 又有电又有这么长长的那个铁刺 你怎么过去嘛是不是 哎人家是国家像川普修这个边境墙 他是要防外国人进来 那中国修这个边境的铁丝网通电的铁丝网 他是防中国人出去 所以你没有别的办法 你你你你肉身从那边过去就出不去了 这时候如果你有护照 你先不要老是想着一步到一去美国 你先去南美的一个地方行吗 啊然后完了以后 然后再辛辛苦苦的过去 说不定你就真的就进入美国 那说不定你你能拿到绿卡的呢 是不是这个道理 当然那那我们知道啊 美国啊他民主党表面上是是反对种族歧视啊 其实对亚裔人呢 他是尤其是对中国人是不欢迎的 问题是你多了呀 一堆的人比如说有800万人都都涌过去 你其中你你几个人或者是几十个人 或者几百个几千个人9万个人 那不算9万个中国人 他不算什么他他不眨眼 他一下就过去了 如果你长得黑点是不是 完了以后你更有可能进去啊 所以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说这些个话啊 有人就肯定批证我啊 说老师你这不对 你不是鼓励人家秃动吗 你不是鼓励人家违法吗 我告诉你啊就是人的生命 在饿死或者不饿死的前提下 你怎么选择生命一定是第一位的 要救一个人的生命 而不是去思考他这样做的行为 是不是合法或者不合法 你说是不是这个当年啊 比如说我们看过一个小故事 说有一个华人在一个超市里面 一个小孩啊 这个大概十几岁就是未成年吧 然后就拿了一块面包吃了 然后那个老板呢也是个华人 就对他一通臭骂一通打是吧 这时候来那个美国警察 然后他就把这个小孩就交给美国 他说这个不是个好东西啊 偷我的面包啊偷窃呗 然后这个警察就把他带走了 带走说走了一百步 然后就给他买了一块面包送给他 他说你以后啊饿了以后 你不要来这家店拿面包吃 你应该拿另外那条街对面呢 有一个啊这个白人开的面包店 你可去拿他保证不会打你 不会骂你因为你饿了明白了吗 就是人的生命和人是否偷窃 这两件事情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做这个节目 我是希望能够救出一到两个 甚至是20个甚至200个中国人的生命 免得以后包子你一通瞎搞 你饿死了是吧 这个时候你如果有那么一点 点点机会 你不要放弃跑路的机会 就是这个意思 听懂我了吧 加油 谢谢